再来看一下阳台花园上面 有没有什么花缺水的 这个兰花好像有点缺水了 好久没浇了 看一下 是有点缺水 大家看到呗 这个兰花长了新芽出来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有两个 这个芽很壮 就长了两个 不过有新芽我就满足了 不在乎它多少个 再看一下这一盘 哇 这里有一个 看到了吗 好可爱的小芽 这个芽是之前上盆的时候 就看到了 换盆的时候 现在长得这么大了 好像已经开口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里已经开口咯 这个时候呢 浇水一定要及时哦 尤其是夏天 这个水分蒸发的很快 然后兰花又再 疯狂的长这个 新芽 浇水要及时 现在赶紧给它浇 给兰花浇水 一定要给它浇透哦 像还是小芽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除了浇水以外 还可以给它的这个 叶面上面喷喷水 因为这个兰花 它是非常喜湿的一个植物 多给叶面喷水的话 它的这个叶子 就会更加的精神 更加的绿哦 像这一盆的话 因为这一个芽 它已经开口了 所以最好喷 如果要给它喷叶的话 就不要喷到了 这个开口的芽 如果喷到开口的芽 它的水积在里面 又加上这个天气又这么热 可能这个芽就容易烂 为了安全起见 最好就是不要给它喷叶 只给它往这个盆里面浇 这个兰花在夏天 如果这个土 盆土透气 排水性好的话 基本上三四天左右 就要给它浇一次 OK